好 那很高興今天能邀請到就是我們的 分散式創新的新契機這個議程櫃 那主要就邀請了圖明儀老師 就是來分享說有關於新創這部分 其實也是有一些相關的定義還有類別 那就我們就接下來就把時間就交給柯老師 好 那大家掌聲一下 謝謝 大家好 叫我圖明就好了 然後因為今天這個議程櫃是跟Maker有關的 那其實我大部分參與的都是台灣的開源社群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先自我介紹一番這樣子 等一下 有嗎 好 那我現在在一個在內湖區的 私立科大的行銷系當助理教授 好 但是我自己真正的研究興趣是 就是開源社群的創新 好 那因為前年有一個因緣際會 就是在台大化學系當博后 然後那個要知道是怎樣的因緣呢 就我們那個晚上 明天晚上吃飯的時候可以聊這樣子 好 那我自己本身是學傳播的 所以就是關於新聞傳播啦 行銷類的這些都是我的專長 那我跟開源社群的機緣呢是 因為我在做這個博后的時候 主題是開源創新 好 開放原始碼 對產業創新的影響 所以我開始去參加G-Link V 台灣當會眾 然後也去PyCon 就是當志工這樣子 好 那 今年的話就是也是一個因緣際會 就是跟Maker比較有關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他自己就是跟科爾會 申請一個綠五鼎學校的計劃 那我也是在他那邊 就是稍微幫了一些小忙 就是幫忙管FB社團這樣 那我自己真正最早 跟台灣自由軟體運動的緣分 其實是20年前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連Linux都還要 需要中文化的時代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是 剛大學畢業 然後就是被學長騙沒有啦 就是認識了 當初最早在台灣玩 open source的一群人 好 也就是 像G-Link V的前身叫伊利寫 這在唐豐的新書裡面有寫 就是我 我有很榮幸參與到那一段 然後那個時候 中研院也開始了一個計畫叫 自由軟體鑄造廠 然後我也很榮幸成為就是第一批的成員 然後就是有在裡面幫忙編電子報 然後其實我不太想講這一段 因為每次講這一段 然後就是那個很多人就會 臉上就會露出很驚恐的表情 但其實並沒有 因為我中間斷成非常久 大概斷了15年 一直到去年才又開始重新回來 研究這個議題 因為我想說既然我的身份轉變了 變成一個學者 我想從學者角度去研究台灣開源社群 或者是開放文化運動的發展 我覺得這有點算是我個人的心願跟使命這樣子 那再插播一下這個綠屋頂學校 就是它是在新竹地區 就是它現在在開設一系列的 教你怎麼樣活化你家的屋頂或者是陽台 然後它的未來的願景就是說 你學會怎麼樣綠化你家的屋頂跟陽台之後呢 可以種出食物來去跟人家交易 或者是自己拿來吃 那它後面的已經想好了 因為Python裡面有一個套件 它其實是用來做那個ERP 就是企業資源管理的平台叫做Odo 但是Odo它其實在 它其實也是個典型的open source target 那它在全世界的社群發展下呢 就是其實它不只可以做ERP 那我們就想說看能不能把它用來做農業的管理 這是接下來想要嘗試做的事情 好 然後插播完 那這終於進入今天的正題 就是因為我其實這一篇蠻理論的 因為我也是生平第一次當開園研討會的講者 然後我終於搞清楚了 就是原來就是在這種場合 我應該要多講一點實務經驗的應用 比如說因為我在學校教書 也有教公共關係 那我其實有把事實查核啊 假新聞的議題放在公共關係裡面 那我應該可以講一個講題是說 我如何在大學裡面的公共關係課 教假新聞與事實查核這樣子 好 我學到了 我以後會改成發這樣的題目 然後所以今天的題目就很理論這樣子 然後請大家如果想睡覺的話就沒關係 你們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今天講的事也很理論這樣子 但是我自己是很有興趣啦 就是什麼是使用者創新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很熱衷創新的島 所以只要是跟創新有關的理論 台灣人都會很有興趣 好 那所以在這塊領域有所謂的開放式創新 然後草根式創新跟那個正偉在創 就是倡導社會創新 好 那這麼多創新 它其實都是屬於一種分散式創新 什麼叫分散式創新 就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創新 我們來看這張圖 一般人眼中的創新 不好意思我要來教書 這個是波特鏈的價值鏈分析 好 就是我們 就是教大一新生管理學生 校管理一定要教波特的價值鏈 在波特的價值鏈中 研發只是 它還只是一種資源活動 就是它還不是主要活動 主要活動是生產產品 然後賺錢 然後去做行銷這樣子 然後但是你生產產品之前 你要研發產品 你才有辦法去賣啊 好 所以它是一種資源活動 它是一種內部的研發部門 而且我們想像中的創新長這樣 就是好像你得雇用一批科學家 然後在公司的一個不起眼的實驗室 然後那個進去還要按密碼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人在幹嘛 通通不知道這樣子 只要公司砸很多錢 然後過了很久之後問他們進度 他們就 就還在研發中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般人眼中的創新 那這種創新 跟我今天要講的分散式創新是完全相反 這種創新是由上而下的創新 它是一種 怎麼講就是公司老闆今天決定說 嗯 我的公司的產品要更新了 不然跟不上市場需求的腳步 所以他就說 快給我找一批最厲害的科學家來 我要研發出最新的產品 來跟我們的競爭對手競爭 所以它是基於老闆的意志而研發出來的創新 所以叫封閉式創新 由上而下的創新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這種 使用者創新 他是一個MIT的經濟學家 叫Von Hippo 他提出來的使用者創新 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呢 我們一個國家算那個經濟的產出 都是算說工部門有多少經濟產出 商業部門有多少經濟產出 但是像家裡的這種私有部門 我們家裡使用者 其實也有很多經濟產出都被忽略了 比如說 好我如果在家裡蓋一個狗屋 我就幫我自己 就如果你去外面 特地屋買一個狗屋可能要五千塊 但是你自己做當場 你就幫自己賺了五千塊 但是這種 這樣子的使用者創新的產值 一直都是被忽略的 然後Von Hippo很神奇 他用就是他自己的方式去估算說 他覺得這樣子的產值 其實不會輸那種商業部門 他們的研發的產值 有懂意思嗎 所以這種分散式創新 它是有產值 而且一直被忽略 那就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 因為我們在想說做使用者創新 可能是著重在說 我們研發出新技術可以造福人群 但是在經濟學家的眼中就是 他其實是有很多產值可言的 那 那比如說像你 那什麼叫使用者創新呢 比如說做狗屋 或是你自己摺花 或者是這個是我朋友自己勾毛線 自己炒芝麻湯來吃啊 這些都是在市場上 你都要花很多錢買到的 但是如果你都自己來的話 就是其實就都是 你在幫自己就是 省下一筆可換的金錢 那它也是一個 就是也是一個經濟活動這樣子 好然後我要再來置入一下 這個是我的 國小師黨 他在新北市的清水高中當 就是那種工藝型的Maker這樣子 好然後 他跟我一樣都怪怪的這樣子 但是他的怪在於說 就是他長大後變成一個高中工藝老師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小叮噹的時光劑 對 對 欸這很了不起耶 就是他就這樣自己做出來 雖然說 這他有一整間的那個工藝教制的資源 但是他這作品後來有搬去那個 因為他們新北市自己Maker有那個活動 然後拿去展示這樣子 對 對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 當然這個只是他自己做爽的啦 可是如果說裡面真的有一些設備啊 一些電路啊 那搞不好他就真的是一個時光機也說不定 好 好 那好 接下來就是開場的那個比較輕鬆的講完 所以就是在要講比較就是學術的部分 就是使用者創新剛剛有講到 就是自己在家就是做編毛衣 然後種狗屋 不是什麼種狗屋 製作狗屋也都是一種使用者創新 好 那對照我們現在這個研討會的那個 呃 呃 場域裡面呢就是 開源他當然也是一種使用者創新 那他在學術裡面有個專有名詞叫私有集體模式 意思就是說 大家都是用自己私人的資源 好 貢獻自己 每個人 一個一個人貢獻 然後集體集合起來成為一個成果 然後呢 但是他很可貴的地方是用一種 就是可以強迫分享的授權方式把成果釋出 好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這件事情跟我等等要講的開放式創新 就是完全不一樣 好 但是開放式創新反而是企業比較喜歡的 好 那 呃 使用者創新它的特點就是說 大家都自己出一點力 然後共同創造出的成果 然後再繼續把它共享 那這樣子就可以促成創新的循環 這是一件好事 而且它還可以促成創新的民主化 好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的創新不再是 呃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就是 是由大老闆的意志 或者是誰的意志 然後指使誰去做創新的研發 而是我們使用者基於自己的需要 來把創新開發出來 我們想 我們 我們使用者有什麼痛點 我們 不用再依賴製造商 好 去把東西做出來 然後我們去消費 而是我們有自己的痛點 我們就自己做出來 然後自己去創建新產品 好 所以這個是使用者創新 那 有 呃 接下來就是去 我就是去看說 好 那 呃 其他就是在講創新的理論裡面 有沒有去支持到使用者創新這一塊 其實是有的就是這個 國家創新體系 齁就是 呃 他 一般來說是 這兩種模式 但是 呃 有一些學者呢 他們就是想要去探討說 第三種創新模式的可能就是說 使用社會資源去進行 研發的持有集體模式 好 那就是 呃 呃 創新的來源 誰說只能就是靠私人投資 或者是 政府投資呢 對不對 我們應該要有第三種可能性啊 就是 用社會資源 然後 去 集體開發 好 然後成果共享 好 所以這是一種可能性 好 那接下來開始講 開放式創新 因為這 這才是顯學 就是 你去問那種什麼 MBA 畢業生啊 說 你有聽過使用者創新嗎 他說蛤什麼 然後他說 那你再問他說 你有聽過開放式創新嗎 他說 喔這個我知道 是那個史丹佛大學的教授 Tressport 在2006年提出的喔 現在是非常夯的理論喔 什麼什麼的 那 開放式創新呢 他 其實 怎麼講 就是 嗯 有有的時候一個理論 他會受到大家的歡迎 就是他標下標下的好這樣子 因為他就取了一個open 然後 現在又是要一個open的年代 你只能說這個理論 取得很政治正確 所以 大家就說喔 open innovation 好喔 那我們企業都要 呃 就是 從封閉式創新 轉向開放式創新 好 所以他模型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說 我們去 呃 什麼外界收集創意與技術 比如說 像我們這樣的開圓研討會啊 喔 GNV還好啦 就是其他 像CostCup啊 什麼 MapCon啊 PyCon 一大堆廠商來擺攤 他擺攤幹嘛 他就是 要看看說 欸來參加的會眾 有沒有人 有可能是 我們未來的員工 他就是在做這件事 他就是從外面去 吸取 去創意 哦 职員進來 然後去做研究 然後進行開發 好 然後就是 呃 給這些開發者很好的待遇啊 然後 他們研發的成果 然後就進行商業化 但是 這個模式 他有一個貓膩的 呃 他有個細節的地方 就是說 開放式創新的成果 其實是私有的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因為 這畢竟是 不是企業僱人去開發 只是他的一開始的方式是open的 就是 比如說 呃 比如說 那個 你們可以想像 比如說什麼 呃 台積電啊 或者是 呃 呃 上市櫃電子公司 他們辦個黑客松 然後 吸引很多人來參加 但是你們有想過 他們把黑客松的成果拿去幹嘛嗎 就是 大概就是這種意思 就是 他們的研發方式是open 但是 研發的成果到底有沒有open 那 研發成果沒有open的話 就是 那這樣對 創新的 就是我們整個 就是 使用者的 就是需求的創新 到底有沒有幫助 還是最後到底是對誰有幫助 所以這是 開放式創新 一個比較妙的點 這樣子 好 那 開放式創新 它其實 對不起 我爆梗了 開放式創新 概念延伸呢 又有學者提出所謂的 就是 沒有人 沒有人是由下而上 就這些體制 這些組織 基本上就是由上而下 發號施令的組織 所以他們做出來的創新 還是由上而下的創新 那所以就有必要要加入使用者的意見 才有辦法是由由下而上的創新 好 所以就是 後來有學者就提出說 好 開放式創新 還不夠 要變成所謂的創新網路系統 就是有一種生態系的觀點 這也是最近幾年就是商館領域很夯 什麼東西都放個生態系 立刻就變成很潮的用語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就有學者提出說 剛剛是創新三螺旋嘛 我們再加入公民的概念 就變成創新四螺旋了 也就是包含公民的創新體系 讓公民積極的參與 創新試驗跟擴大規模 才可以更成功的進行 好 所以這是開放式創新的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 草根式創新跟社會創新 就是草根式創新在十幾年前 還蠻宏擊一時的 就是 可是後來就比較少人講了 但是其實 基本上 G0V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就是一個草根式創新 或者是更精確來說 就是一個 社會創新 就是利用公民 公民的集體智慧 來因應社會中日新月異的挑戰 好 那 社會創新呢 它的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很善用資通訊科技 有沒有很很眼熟 因為G0V就是很善用那個 資通訊科技的一個社群嘛 然後 而且 也很強調分散式 智慧 即是協調 然後有效的動員來解決社會問題 這些都是 G0V的強項這樣子 然後 那 草根式創新跟社會式創新的不同 就是 理論上來講 就是 它會比較是 基於 就是 社會真正的底層 就是 比如說農民 那種 他們真的 在 某種地方 遇到困難 我 像 我之前當伯后 我們在 做的個案是 那個 北歐 的 養豬戶 就是 他們養豬 就是會 有很多的那個 廚餘 就是豬的排泄物 都不知道 怎麼樣去消耗掉 就多到你連掩埋都來不及了 燒掉都來不及 後來 他們想到的 草根式創新就是說 把那些 豬的排泄物拿來 當作燃料 電力 發電 結果 意外的就是 去解決他們國家的 發電的問題 而且又造就了他們 養豬戶的 就是經濟 就是收入可以提升 所以這就是一個 很典型的 草根式的創新 好 那最後我們來做一個 分散式創新理論的比較 就是 使用 這些都是 分散式創新 那 但是它有相同處 有相異處 那 我們先來看 使用者跟開放式好了 就是 他們 相同之處 基本上他們都是一種 累積式的創新 因為 最 如果你去看最近幾年流行的 創新的名詞 還有一種叫破壞式創新 這個我就沒有放在我的 論文裡面 因為破壞式創新 有點像是那種 從 從天而降 你直接打壞市場規則 然後 就從 就你整個 翻轉市場 但是 使用者創新 跟開放式創新 比較像是 它從無到尾 有一步一步 累積出來的創新 所以 這個是 跟剛剛所謂 破壞式創新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他們的倉別 就是在於 我剛剛講的 就是 使用者創新 它很 就是 重視說 它的 研發的成果 一定就是使用者共享 這樣子 使用者創新才有意義啊 然後 甚至讓使用者自己可以獲利 那 開放式創新呢 它的 就是獲利的人是 公司自己 或者是 公司所在價值網中的其他公司 那 基本上它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 很開放的 創新的 結果的分享 好 所以 這個 就是 所以 之所以 就是 我們論文 研究覺得說 這個使用者創新 好 比較像是 它可以去 好好的去推動 整個 如果你是要讓社會 透過技術來前進的話 使用者創新 會比開放式創新 來得更加適合 好 那 這是 一個 呃 怎麼講 就是我們需要去 讓整個社會知道 然後 尤其是那種執政當局知道 好 然後去開始 反思的事情 好 那 再來就是 這個社會創新 好 就是 呃 他 就會比較去強調 他是 公民的創新 好 剛剛 草根式創新是 所有 所有的人 好 那這邊指的公民會 比較偏向說 他是一個 比較有教養的 然後可能是比較 中產階級的 那種概念 好 就是他 因為他 知道很多事情 好 然後他有他自己的需求 然後他 某種程度也有 有錢有閒 所以 就是 他可以來做這種 社會創新 然後一樣是 由下而上的 系統性的創新 好 那最後就是 結語的部分 好 其實 就是 我今天 早上 就來旁聽那個 製造者運動 然後聽了很多 很厲害的 就是 講者的分享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大家真的都 很有創意 就是 全台各地 不論是開源社群 或者是Maker社群 其實大家都不缺乏創意 好 那我相信 台灣的企業 也都很勇於去投資創意 但是為什麼 台灣的創新的指數 可能還是輸 比如說日本 或者是美國一節 那我們 研究的 就是在於說 有可能是在 創新技術市場不穩定 意思就是說 好 我有idea 但是 你如果 就是有聽創業圈的人 跟他交談過 創業的人就會跟你說 idea不值錢 你能夠把它做出來 做到賺錢 才是值錢的idea 好 就是很多東西 你想 一開始想都會覺得說 哦 這個應該這樣子 這樣這樣這樣就可行了 可是 實際做出來 就會發現說 困難還是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 創新技術市場的不穩定 好 所以就是 我們就覺得說 政府當局呢 他引導創新 不應該只是要 穩定的投入研發資源 也應該是要去從政策塑造 本土創新 利益的市場 但是不是由上而下 是基於社會需求 這一點非常重要 不能再是政府當局 自己覺得要怎麼創新 他就怎麼推 好 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 也是我們 之前 那個科技部計畫的 就是 某種程度 台灣的那個 生技產業的 因為他 生技產業其實 到現在還是沒推動起來 那為什麼呢 他其實也找了很多專家學者 但問題就是出在專家學者 就是 政府找了 很多生技界的大頭 然後就說 你們覺得台灣生技界 未來要怎麼發展啊 那那些大頭就說 我覺得要這樣 然後政府就說 對好 那我們就照這樣做 可是 這些生技專家 他們的想法 跟市場的實際的需求 是差非常多的 也就是說 絕對不是由下而上的 所以才說 政府如果接下來要 行訴創新的政策的話 一定是要基於社會需求 所以也就是說 我今天 做這個演說 當然 不只是做很多創新理論的爬梳 也是想說 就是 爬梳了這麼多 那這個研究的意義就是說 要呼籲 政府呢 就是 你要創新 不要再去做由上而下的創新 而是做由下而上的創新 那這件事 其實就是不論是G0V 很多專案或者是 甚至是現在開放國會 然後還有就是 唐政委在推動社會創新 都已經是在 努力在做的事情 就是 非常的感動 也非常的開心 然後就是 這件事情就是 要一直在努力的推動下去 好 然後 還有一頁 欸 怎麼沒有 欸 那個可以幫我 幫我按下一頁嗎 好 謝謝 啊 那個 好 就是 我剛剛講的是政府的層面 但是如果廠商呢 廠商層面的話 因為台灣就是中小企業為本體嘛 那廠商部分 更重要的是 他也不要再由上而下的創新了 就是 老闆說了算的創新 而是 他要去善用社群的力量 他要多跟社群去打交道 多多的去贊助 像開源社群啊 Maker社群這種的 好 然後 去了解說 喔 這些社群他們現在正在研發什麼 好 然後 即使廠商規模不大 還是去可以 就是從中間獲得很多 創新創意的 來源或想法 好 然後 就是 期許未來就是 台灣能夠 透過使用者創新 為中小企業提供創新的競爭力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演講 謝謝大家 好 那 接下來的時間 進行個 簡短的Q&A時間 那我們請 我們的議程夥伴幫忙 開個スライド 我們就是用線上スライド的形式 來去做 一個提問 對 大家可以掃這個碼 或是去我們的大會官網 就是點選 這個鬼的共筆 的頁面 裡面還有我們 的問題 那我先稍微就是 講一下我自己的個人想法 因為 其實 我覺得其實 Maker的社群 它其實就是一種 使用者創新 使用者創新 或者是可能 有一些草根是創新 或是社會創新 都我覺得 都有機會是去做一個 理論上的套路 因為剛剛聽完正式的一個 理論的分享 我就覺得說 其實Maker 或是大家使用者來說 它就是一個使用者的創新 那這些其實 過往 可能大家會說 我就做爽的東西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沒有 所謂的殘值或什麼 可是其實 聽完分享之後 才發現 這個東西在經濟 或是說理論上面 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 價值 和價值 對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還蠻 值得另外一種程度的 一個思考 就是說Maker 和創新 這塊到底是 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和碰撞 對 因為 其實對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 社群它其實大家都是靠自己的 公共的力量去貢獻 可是 在我自己 認為說 目前好像 至少就我們台南的社群來說 比較少是針對 產業性 或者是 對接到可能產業這一塊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其實都是 自己在做事情 或是什麼 比較少針對產業性的部分 所以就會有一些說 可能公司 或是什麼部分 會比較少去接觸 對 那這邊 可能想問一下老實說 對於 就是這種 我們像 從草根起來 或是從社群形式的 就是經濟模式當中 就是如何有一些可能 建議或者是說 就是 在這種創新模式下 可以有哪種發展 會比較合適 或是說 可以有哪些方向的 一些資源的導入 對 對 喔 那個 我大概也是 只能從 台灣開源社群的經驗 來做分享 因為 你剛剛說 目前的那個 Maker社群也是自己玩自己的嘛 就是台灣開源社群 一開始也是 就是 自己研發爽的 對 其實這在開源裡面 非常的正常 就是 如果大家是Programmer 就知道 Open Source Project 就是 你去GitHub上面 大概有上百萬個 這樣子 但是其實 真正能夠 有商業化的 Open Source Project 我覺得也不過那幾個 喊得出來 就什麼Linux Red Hat 然後 一些資料庫的軟體這樣子 所以其實 很多的創新 到最後 到能夠商業化 就是 鳳毛麟角這件事 本來就很正常 但是 我們不能因為說 喔 它商業化的機率很渺茫 那我們就 停止贊助社群 什麼的就是 反而就是 更要 系統化的去 了解說 喔 到底 有什麼方式 可以去加速 社群和產業之間的 循環 然後去 加速這個 創新的產生 那 其實 目前自己做的研究 其實 因為我的對象是 台灣的廠商 所以就是那個 我得到的回答 其實也是蠻保守的 就是可能就是 廠商先從贊助開始吧 就是 贊助 Maker社群啊 比如說 場地啊 資源 因為社群辦活動 最缺的就是錢啊 對 先從贊助做起 然後 就是一種從公共關係 切入的角度 然後 就是見面三分情 然後 之後 再去了解說 喔 這些社群的 這個 研發成果 怎麼可以讓 跟公司內部的 產品研發去做 銜接這樣子 了解 就是以公司的角度 先類似投資 有點像是 開放式創新的方向 然後 就有點像贊助的方式 然後再組繭 讓社群 對公司 自己有些貢獻 但是 這中間有一個 魔鬼細節 就是說 要怎麼樣 不會說 讓廠商 就是說 到後來就吃掉 社群研發成果 所以關鍵就是在授權 對 因為授權你一定是要 用開放的授權 就是 強迫廠商把 就是 他們從社群 吸取的東西 然後 就是 經過公司內部 修改之後 還要再釋出 再釋出 再讓社群再去 調整 再去發展 這樣才會有個循環 而不是說 廠商拿了之後 就好 我就把它打包出售 這真的是 20年前台灣資訊廠商 會幹的事情 對 像Android系統 感覺好像也是 有點像 對 大概是這樣 那現場有人提問說 那如果我是把這些資源 和導入 就是這些對的人 對的事 直接給一些幫助 那這樣子的 是對創新有幫助嗎 還是 在這個體系當中 這是不是可以 有一些 可能幫助 或是怎樣 OK 好 其實我覺得政府 真的搞 就是 或者這些事情 真的搞得很複雜 你在現在 這麼幾年的 這個Maker運動 你很清楚 哪些人做的事情 是對的嗎 哪些社群 你知道這個是對的 你知道這些做Maker Space的 你知道這些來辦活動的 你知道這些來參與的 這些人都是 你最後想要得到的結果 但是呢 他們就花了很多 就是弄了很多計畫 然後呢 其實也花了很多錢 但很奇怪的是 這些來的人呢 每一個人都是苦哈哈的 這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的重點是 政府應該很直接的 給予這些做對的人 做對的人跟做對的事情 你就直接把錢給他就好了嘛 因為 你就是簡單說他的邏輯在於說 我這些創新者呢 是你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你只知道他在做的事情是對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評估 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對的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去評估他 你只能支持他 所以不用搞那麼多 很奇怪的那些什麼計畫 你直接給一些就是 簡單來講 好比方說 這些Maker他 他都有在釋出 有在做有在什麼 你就直接每個月給他2萬塊3萬塊 就這麼單純喔 你幹嘛管他在做什麼 他做的東西就是對的 而且是你沒有辦法評估的 所以 我會這麼講是因為 現在的Maker 他實際上在走下坡 但是 簡單講我們在社群 或者在整個氛圍上 我們看到很多的人 實際上是支持不住退出了 那幹嘛那麼複雜 你就想辦法讓他不要退出 他也不需要很多 你就給他一些資助 他活得下去 他就不會退出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搞那麼複雜 去想很多原因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這些人是對的 你就給他錢 讓他不要死掉就好了 嗯 我的小碼就這樣子 補充一下他爸所講 因為其實政府他們其實會看中的是 關鍵績效指標 俗稱KPI的東西 對 對 對那 這個要如何說服 因為其實這有點像社群 其實是由下而上 可是 KPI的制度其實是由上而下 就是因為政府要看到績效 或是什麼 就是要用量化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統整 那如果是以用創新的方式來說的話 是如何說服政府 或者說服公司說 我做的事情很有效很有用 可是 短時間內的數據或什麼東西拿不出來 或是根本不用提出數據之類的 對啊 我覺得他爸提出的疑問應該也不只是 每個社群遇到 比如說我覺得在搞地方創生 對啊 朋友跟生 對 所有這種就是 政府標案的這種計畫 可能都是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那我自己做的訪談是說 就是受訪者跟我說 這個真的要看那個政府的窗口的智慧 如果 意思就是碰運氣的意思 如果你現在遇到這個政府窗口 他對Open Source 對Maker很有Sense 哇那太棒了 這整個政策一定會推動很順利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 嗯好 對 靠自己 先靠自己吧 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其實 有點是大環境的改變 就是我們 要跟政府說 怎樣的事情 或怎樣的方向 會是比較正確的 這可能要從政策遊說 或整個法規上面 可不可以廢除KPI之類 或主機制度 沒有啊 就是再說下去有點 那個太可怕這樣子 好 因為時間有點 差不多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嗯嗯嗯 就是創新平台 對 喔 這個其實就是我另外一個研究的主題 喔 對 那 然後我就直接講答案 就是這個問題當然是yes啊 那而且 你們不覺得像Github這種地方 就是所謂的創新平台嗎 嗯 對啊 其實已經有了 對 對 就是就是比較 Maker其實也有啊 Github其實也可以或 HackMD 對 那 好就是這個可能平台 我覺得 不管是 因為今天講的其實就是一個創新 就是一個理論上給我們一個重新定義的思考 對 剛剛月景工作坊其實 我有點是這樣子接續下來 就大家常用月景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 要該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接下來的 欸 等一下的議程其實就是Maker的各種變化 就我們取名叫Maker的畫畫世界這樣子 就可能 跟Maker你覺得說欸不會直接相關 可是也有些也是直接相關 那有些是說服政府 然後有些是 怎樣怎樣 那我覺得在下午的議程當中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和想法 好 那我們最後還是謝謝 欸就是掌聲 謝謝胡老師 謝謝 謝謝